早安 今天是10月11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AT開始直擊 今早我們有東亞銀行財富管理署 投資策略師陳偉聰 和譚凱韻陪你一起開始 Jason 今早大使有什麼問題? 最近事比較悶 反而大家都確實 耳包的衝突對於美債息 近幾天反而是下降 究竟會不會是債息下降 反而可以令港股延續近幾天的反彈 大家可以網實 觀眾朋友如果你有投資分別問題 歡迎你WhatsApp給我們 電話是9613-3819 或者下載香港經濟日報HKETF 在聊天室內說下你的稱呼和留言 待會回答大家的問題 現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況 美股上升、債息和油價都是回落的 美國聯儲局官員發表夾下言論 部分抵銷資本市場 對椅巴局勢憂 道指先跌後升,連升第三個交易日 收市升134點 收報33739點 升幅0.4% 標指和納指都是高開高收 標指收市升22點 報4358點 納指升78點 收報13562點 升幅0.5% 另外歐洲股市做好 法國股市和德國股市升幅超過2% 外電報道中央準備再出招救經濟 納指金融中國指數上升3% 一齊看看焦點美股 Tesla、Meta和Amazon 升幅超過1% Google和蘋果下跌 油價回落 紐約旗油跌0.5% 收報85.97美元 金價沒有起跌 一齊看看 以月託證券形式 在美國買賣的科網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普遍上升 京東、美團和阿里巴巴 都比本港收市高出2% 阿里折核85.2% 騰訊比本港收市高1% 折核313.1毫 比本港收市高出2% 折核241.4 匯控折核63.39 一齊看看阿泰區股市的情況 日經平均指數早段升174點 最新報31,921點 首要綜合指數升48點 報2450點 升來普通股指數升36點 新西蘭50成分股指數要向下 最新跌11點 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現在最新升273點 到17,900點左右的水平 如果以這個情況 今早預期高高280 折近300點 待會對完畢 我們會跟大家跟進 以及現在如果以黑期計算 就很貼近20天線 不過在談港股市況之前 我們和Jason談談外圍的情況 昨天有兩大消息 主導住美股的走勢 先說大家對息口走勢的投射 聯儲局再有官員發表這個甲牌言論 為加息的步伐降溫 來好美股 阿特蘭大聯儲銀行的總裁 博斯蒂克說到 聯儲局無需再加息 他說現在政策的限制性已經足夠 而聯儲局加息的很多影響 其實到目前為止還未見到 他又說經濟還有很多動力 可以吸收政策緊縮的影響 令到經濟放緩 但不至於陷入衰退 這就是他對息口偏甲的看法 另外市場現在留意著耳巴局勢 有稍微降溫的跡象 巴勒斯坦哈馬斯組織星期六 向以色列發動襲擊後 不少推測都認為伊朗有份參與 暫時來說 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門內伊 否認伊朗有份參與 哈馬斯對以色列的特殖行動 市場現在觀察著 不過有可能覺得戰爭衝突的範圍 就有機會縮小 市場上見到美股上下做好 油價和債息都回落 看到現在最新的情況是這樣 最新的情況就是 有不少報告都開始說 耳巴局勢對全球投資市場環境 或者資金流有什麼影響 其中德銀就說 戰爭有機會令油價上升 同時推升通脹 有機會帶來滯脹的風險 好,Jason 你怎樣去評估今次 耳巴的嚴重衝突對後市的影響 如果戰爭持續的話 投資者應該怎樣調整他們的投資造合 戰爭持續都真的看 範圍有多大 或者牽涉到的國家有多多 或者哪幾個 如果純粹只是 以色列、巴勒斯坦 或者這兩個地區去打 其實過去這幾十年都經歷了不少的光景 基本上市場都習以為常 不會太大的波動性 反而剛剛你也提到 或者現在很多大項都分析 反而主角擺在伊朗和沙特那邊 因為始終在說戰爭 大家都擔心會令到石油的供應會短缺 就是怕油價會飆升 這個才是對於那個 無論是息口 或者對於整個經濟來的最大影響 但是你說牽涉到油價的 坦白說你說以色列、巴勒斯坦 本身是沒有怎樣去出產石油的 反而去隔離那些國家 即是沙地、伊朗這些 才是主角來的 如果你說在之前大家害怕 如果伊朗真的支持 哈馬斯那邊去突襲的 當然你說在美國方面的層面 就很難不做事 可能或多或少都要做一些制裁 會否再重新去到 即是限制伊朗那些石油出口 那些禁令會再出呢 但如果你說這一刻 暫時來講 伊朗都否認的 去無意都牽涉在裡面 這個漩渦裡面 那可能暫時 這一個關於伊朗的憂慮 可以是降溫了 即是你說沙特那邊 本身在上個星期見到油價下降 其中一個比較大原因 就是大家都覺得 美國現在都和沙特在討論的 即是希望沙特和以色列那邊 可以將關係慢慢修補 接著之後可能來沙特那邊 有機會在那個增產上面 會有機會放鬆 即是加大石油的產量 令到油價可以下降 但如果你說經過今次這一宗 那以色列和沙特的關係 又會不會 起碼短期內 未必說這麼快可以修補 或者美國和沙特的談判 那個協議上面 未必會這麼快可以落實得到呢 所以這一點 就可能對油價暫時來說 會是下降 但你說會不會因為這樣 而令到它再急升呢 我相信機會就未必說太高 但同樣地你會在這一刻 這些水平再向下降 同樣地都不會太大住 或者在油價方面 所以暫時你問我 對於那個經濟 對於那個股市影響呢 暫時這一刻 看回局勢發展 似乎就不是說真的太惡劣住 至少比起你說 兩年多前 就是俄烏的衝突 當時是不同的 始終你說俄羅斯 真的有這麼大的軍力 打去烏克蘭 烏克蘭又真的得到歐洲 美國的支持去到 還擊或者抵禦 你遇到戰爭的牽涉程度是大的 但你說今次來說 如果你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即那個範疇 只是限制在這個地區 我相信對於金融市場的衝擊 都會是比較短暫些 或者比較有限些 是的 剛才聽你的對國際局勢的分析 你都會投射了 就是會不會對未來股市的走勢前景 股市前景的走勢 是否都會受著比較的息口走勢 或者現在大家討論很多債息的影響 你覺得是否那個影響會比較大 這個是主角來的 債息始終對於近期的股值來講 壓力是相當大 大家可以用兩個層面看 之前大家就覺得 多美聯儲要加息 通脹很高 要加息 那就會令到債息的上升 但是你問我這一層 那個十年期的優勢 我講講可能由八月初的時候 都是4厘左右 到現在都接近 就是之前最高見過4.9厘 那你說這一段時間 是否說大家真的炒作 美聯儲一定會在今年之內再加息 通脹會不會真的突然之間 見到數據上面是會有個明顯的升溫 就很明顯就有個關係降低了 這一段時間大家都知道 美國方面 看回近期的意識 或者見到市場方面的預期 似乎今年之內再加息的機率 就真的不高 是 可能都是只有兩成多 即是低於三成 那你說那個數據面 通脹是否突然之間又再上升 就算你說headline那邊 升了一點點 但是核心那邊 都還在下降 所以你說暫時 似乎你說美國方面 再短期內加息的意向 不是太高 但是為什麼你說債息反而會升得多 是因為其他因素 譬如美國的財政的赤字 大家開始關注到這個問題 現在你看到那個 即是預算赤字的比率 美國那邊 去到7%流上 那你見到它有這麼大赤字 那當然財政部 要不斷去發新債 去到再借一些新錢 如果你說見到近期來說 美國財政部發的那些 短年期的債券 譬如昨晚來講 發那些三年期的 那些 基本上反應很一般 大家已經基本上 不是說不買 不是說怕你違約 但是我要一個高一點的回報 所以你看到昨天的三年期 發售那個標售的優勢 去到都4.7厘 流上 都是2007年以來的新高 所以大家就不是說 單單這一陣炒的債息上去 是基於那個通脹的上升 怕聯儲局說再加息 就不是這些因素 反而就看回美國的財赤 看回可能就說 譬如之前一些發債方面的反應 不是說太理想 那這些因素就是主導了 但是又說分兩頭 如果當這一陣的債息 已經扯到這麼高 去到4.7厘 之前見過4.9厘 那某程度上 對於美國整體那個融資的成本 其實某程度上都高了 就算你說這一刻 去到11月12月 美聯儲不再加息也好 但是只要你說的優勢 浪到這麼高 基本上都某程度上是收到一些所謂 緊縮 對於通脹有一個壓制的作用 那另外也要留意一點 你說當現在美國財赤這麼厲害 他繼續要借新錢 要發一些新債的時候 你美聯儲局再踩多腳 再加息呢 那就是說 接下來美國政府借錢的成本 又會高了 那我相信 就是拜登和鮑威爾 那可能本身 當然你說是可能獨立的 那會不會暗地裡呢 都會有些溝通呢 就說當美國政府現在真的很等錢 要借錢的時候 那你作為美聯儲的 都可能在一個 即息口上面都要控制好些了 就不要讓你無料期地加上去 令到美國政府的財政 面對一個很大壓力 那所以我都相信暫時來說 似乎那個美國息口 再加的機會 真的降低了 那你說一個債息 如果你說短期裏面 因為一些避險 因為一些避險 因為一些地緣政治的因素 又令到多一些的基金 是願意買回一些未債 那反而就可能令到債息 會有機會初步有一些見諜 就算你說接下來再上一層也好 我們看到去到 可能4.8厘至5厘左右 就差不多 那雖然你說 來近真的見頂有回落的時候 那對於港股 或者對於全球的股市來講 可能都會有一些支持 特別港股 始終股值之前壓制得太厲害的時候 都會受到債息這一段的回落 會有一個大動作用 是的 那你剛才的評估 上天看到債息都有一個回落的情況 那你剛才特別提到 那債息回落 都對港股有一個支持的作用 美股方面其實的討論都很多 之前看到其實上到4.9厘的時候 就是標指或者鈴指都有一個回落 那去到九月中跌到下來 就是十月中的低位 就去到譬如說標指 4200點左右的水平 那你剛才說的那個債息回落 是否能夠同時帶動美股和港股呢 就是美股 之前有些人估計出現一個崩盤的情況 你估計短期內 或者今年第四季內都不會發生 我反而覺得美股現在看的重點 就不是單單債息 反而就真的看整個美國經濟的發展 因為大家都不要忘記 看美國股市或者企業盈利方面 其實都是很關鍵 你說過去的三季營利案件來說 其實都在下跌 但是為什麼美股一直都說 下跌也下跌不下呢 就是因為整體的宏觀經濟數據 過去這兩季來說都出得比較好 甚至乎你說之前 連美聯儲那邊都把今年美國GDP的預測 就調高到1-2% 就是大家對於經濟的展望 之前來說是比較樂觀 但是要留意 近期你說美國出一些數據 我不敢說真的很差 但是個別一些範疇來說 譬如一些製造業等等 環節或者零售銷售 其實開始是真的都在轉弱 如果你說接下來去到第四季又可 或者下年年頭 因為可能近期那個債息升得厲害 因為之前息口加得高 令到經濟增長真的開始有一個放緩 到時候大家就不是單單看債息下 就會令到美股再升 反而就是擔心企業盈利的增長 會不會都開始進一步收押 你說今個星期美國開始都公佈一些業績 美股那邊業績期開始展開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就不是純粹單看第三季的表現是怎樣 要看管理層對於第四季的收入的指引 會不會出現一些增長的放緩 或者都失去了市場的預期 這方面都可能是有些藉口 令到美股進一步有些調整 所以我相信接下來美股的走向 債息是次要的 反而就說經濟數據 和企業盈利的表現 反而更加是關鍵 好的 我們看看 好 我們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